找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生命纪的十六章 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守三大节期 就是一月节、七七节和祝朋节 接着守这三大节期 上帝要么活在他的心意中 参与他勇士创造计划 因为这三大节期关系上帝创世以来的荣耀心意 所以他慎重的说 你要注意 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守节 我看中耶和华的节期吗 还是把他当成彻夜框黄的party呢 节期的主角是上帝 不是我们 上帝的子民在这三个节期 都要到他所指定的地方朝见他 没有一个可以例外 一年里的三次节期 以色列人无论住在哪里 都要来到上帝所指定的地方守节 这样的欢庆聚会彰显出合一的见证 也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居所谓 来到上帝面前 不可空手朝见 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 找耶和你上帝所赐的福分 奉献礼物 这样的奉献是得祝福的证明 更是尊主伟大 承认上帝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在欢乐守节中 上帝提醒百姓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 不要忘记他的公义 在各层所设立审判官和长官 必按公义的审判 判断百姓 不可趋亡正直 不可看人的外貌 也不可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叫赐贿人的演变瞎乐 又能颠倒一人的话 这里神提到不可枉驱 亦是无罪被指控为有罪 无过却受到指责 所以便冤枉好人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看见 一件事情真实的发生 千万不要下定论 也不要颠倒是非 就好像没有发生 说成有发生一样 也不要受贿赂 因为无功不受禄 无论是我们要贿赂人 或被人贿赂 都是不讨厌喜悦的事情 这里圣经说 这样的行为 灰止智慧的演变瞎乐 怕犯错 怕惩罚 为了得好处 都会使我们脱离公义 就是对的事情 所以犯错就容易承认 不要推却责任 或冤枉别人 比如说 做错的事 应怕惩罚 把责任推到哥哥 姐姐 弟弟 妹妹 或朋友的身上 守住上帝的公义 才能得到真正的欢乐 流无人的血 上帝不要追讨他的罪 第二 要保守自己的纯净 你为耶华 你的上帝祝坛 不可在坛旁边 塞什么树木 作为木偶 也不可为自己设立 住相 这是耶华 你上帝所恨恶的 我们在神面前 跪伴的时候 父亲不可有任何偶像 或住相 因为神恨恶这一切 想我们单单的侍奉他 我们要单单的讨神喜悦 我们若想要 神继续与我们同在 就要每天都追求 至公至义 神对我们非常慷慨 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 并且继续每天 欣赏赞美自己 追求至公至义的生活 按照神的话语而行 不偏不齐 有真理 有公义 在我们生命当中 愿神赐福 听他坏的人